今天您不能不知道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在宜兰有一间火锅店的征裁讯息引发了热议 因为店家的正值起薪 5万块钱起跳 以服业来说这个钱不算太低 但是细看工作内容 包括了要接待顾客 清理环境 还有监护备料餐点制作等等 重点是这个上班的时间非常的长 从早上的10点30分一直到午夜的12点 一天的工时长达13个半小时 网友看了纷纷表示 看到工时心就凉了一截 这么长的工时待遇也没有比较好 不过对此店家就回应了 是刊登的讯息没有写清楚 其实在中午跟晚上 各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没有超时 宜兰一间火锅店在网上发布征裁资讯 每月2.5万至5.5万的薪资 要征正值员工和计时人员 薪资看起来相当诱人 引起网友热议 初看的价格是还不错啊 对啊 5万2到5万5 对但是工时有点长 仔细看真材内容 上班时间要从上午10点半至 午夜12点 等于工时长达13个半小时 不止工时超长 工作内容也很多样 包括要接待客户 环境清理 还要顾备料 餐点制作等等 不禁让网友直呼 看到工时后心就凉一半了 还有人说 就算休息1.5个小时 月休8天 待遇也没有比较好 若以每日工时 13个半小时来计算 乘上每月若上班22天 换算出来 每小时的薪资 约有185元 与劳基法规定的最低 基本薪资 183元差不多 还是有机会找到 当然有机会 这个价钱在宜兰 我觉得蛮OK的 在宜兰 只是工时长达13个半小时 恐怕已经违法 我是提醒雇主 超过12个小时 其实就已经违反 劳基法 如果有休息时间 定必须要落实 示范时间有休一个小时 中午晚上再休一个小时 网路上它的那个真材表 它是有 这系统没有谁先取 网路误会 店家极含冤 表示工时没有扣掉休息时间 才会造成误会 劳工处也提醒 若雇主有订定休息时间 就要在真材讯息项 表示清楚 以免吃上罚单 记者张凯婷 宜兰报导